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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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谭家四小姐谭桑鱼 生性顽劣 无逆长辈 无论生死 都与我江城谭家无关 不不不不 司令 东西都放好了啊 小崔 赶快去厨房 把那个海鲜干货都带上啊 是 这个一定要小心啊 这个也要小心 高叔 我只是去江城 又不是去野营 哪用得着这么多东西啊 大小姐 你多带一点试一点 江城那个乡下地方 能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呀 是啊 谁让你们家大小姐 看上我这个香巴朗的 太子令啊 您别见怪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方叔是心疼我有口无心 你还计较 我知道 方叔啊 你们也都放心 江城呢 虽然比不了大上海 但是只要有我在 一定会照顾好婉青的 好 好好好 司令 小姐 那我去忙去了啊 好 请 真是的 你都吓着她了 怪我 司令 司令 四小姐发来电报 说她不能来参加婚礼了 她让你和穆小姐千万珍重 不要挂念她 她还附了一首诗 是 青山一道同云雨 宁月何层 事两香 愿君摘取南海月 散落青灰到江城 她真的猜到你的打算了 司令 沐小姐 我怎么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这广州的古称是南海郡 这诗的最后两句是住院玄林 早日脱离北洋政府 拥护国民革命 但是司令 一旦我们公开拥护革命 那就意味着跟北京政府彻底决裂 那四小姐在北京可就危险了 如果裴军再拿她当作人质的话 那 那我们是进退两难啊 现在只看裴少君能不能不负所托 保四小姐平安无事了 坦思 你现在去报社 以我的名义 等一份声明 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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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谭家四小姐谭桑瑜 生性顽劣 无逆长辈 私自离家与佩少君私奔 寡连贤耻 为家法所不容 故将其开除出谭氏宗祠 即日起 无论生死 都与我江城谭家无关 不不不不 司令 你瘋了 这个声明一出的话 四小姐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能怎么办 我已经给她找了退路 是她不回来啊 可且 她已经认定了那个裴少君 即使是千难万难 也不会回头的 等了声明 四小姐 就不再是谭家的人了 这样就算裴勋抓了她 也拿她没有办法 这是眼前最好的办法了 我终究护不了她一生 她自己选的路 就让她自己走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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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